不太需要的話就是P2000 那我就是放上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不是有一個1.5倍 2倍5倍10倍20倍 那假設你看我們現在要一個龍王 Bagon King的M4 那我們現在就按升級物品 你看到中間他這邊就開始很緊張的 好這一個59% 大家好我是Ken的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CS2抽箱網站 相信大家對這個名字不陌生 SkinCub算是全球數一數二大的一個抽箱網站 我自己在使用的心得來講的話 對我來說因為畢竟我有在玩 CSGO到現在的CS2 其實在偶爾的時間內我會想要抽可能 兩個箱子啊 然後到50個箱子的時候呢 我會花很大量的時間 然後可能會換來一場空 但SkinCub他算是可以 高效率的讓我先拿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哦 因為他裡面有辦法把這個價碼拉到很高 然後直接抽你想要 或者是你覺得 這一個箱子裡面都是好東西的造型 所以我覺得非常方便 也推薦大家做使用哦 在影片開始之前 SkinCub有贊助我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如果你有使用的話 你就有一個10%的春寬獎金可以使用 就是假設你直接除一線的話 你就會有有多100美的回饋哦 所以大家可以踊躍的點擊這個連結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影片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來到SkinCub的網站 這邊右上角你就會看到自己的帳號這邊 還有一個加10% 就是我們剛剛有聊到的SkinCub贊助的優惠碼 所以大家可以用我的優惠碼 然後來除值手術第一次 再來呢我們除完值之後呢 我們先不用急著來抽箱 因為我們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個網站他要怎麼去做使用哦 我們來到首頁之後呢 你可以看得到他有一個檢查活動 我們一開始呢 要來帶大家了解的就會是這個Leaderball Leaderball呢 他比較偏向的是每一個月或者是一季裡面 他會是你只要在SkinCub裡面完成抽箱 或者是Battle的時候呢 都有辦法拿到這個積分 如果真的實在看不懂的話 這邊他會有一些簡短的運作 如果你只要玩的越多或者是Battle次數越多的話 你能拿到的積分就越多哦 這個Leaderball他有什麼用呢 就是你只要玩的次數夠多 或者是贏得的東西夠好的話 你就有辦法在上面拿到排行榜的 對應的獎勵 你現在看到的第一名 他有辦法拿到一個1000美的刀子 所以這算是一個變相 鼓勵大家可以是 不管是拼牌名也好 或者是多玩這遊戲 也是一個不錯的活動機制 再來會是 點擊你的右上角呢 他每一次都會有任務可以解 就你只要每一次有完成 上面所述的任務啊 或者是這個抽箱子的動作的時候 他都會開始慢慢解鎖 像我有玩過跟機器人對戰的話 這邊就會打勾 那你三個集滿之後呢 就有辦法換到對應的獎勵 對應的獎勵呢 就看你想要的是什麼 因為他這些就是算是額外的bonus 那你只要完成的話 就可以抽這些箱子裡面的東西 都是免費的 所以大家沒事的時候呢 就要來看一下自己的任務 需要把什麼東西解完 再來第二個的話會是 你看看我們現在是只有一等 然後經驗還差8經驗 就有辦法到第二等 他每等級有什麼作用呢 等級這邊你可以上面看到一個 free cash free cash 點開之後他就會有相關等級的 免費箱子可以拿 所以他一定要想辦法拿到最好的 一個120等 就你沒事的時候稍微玩一下 玩一下的話 拿到這120等 其實裡面的箱子給的東西 真的非常好 就你看到隨便一把槍的東西 就已經要價快200美 那麼介紹這麼多 我們就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skin card 他到底要怎麼抽箱 首先你先點到 這個主頁的部分 下面他就會有各式各樣的箱子 如果看不太出來這是什麼東西的話 你其實可以點進來先看一下 我覺得skin card 他最好的東西呢 就是他可以直接告訴你 這箱子裡面所有東西有什麼 你可以看到 最便宜的話 就是紅色的克拉克 然後再來是m4 上面的話就開始一些 是一些很貴的傳說系列的刀子 這些東西呢 就是你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這個箱子 你不要的話 你就可以再繼續往後點 然後找到一個你自己 心目中這一套箱子裡面 不管是 最差的或者是最好的 都是你要的話 那你就來抽這個箱子 所以我覺得skin card 這一方面真的很便利哦 那我們來找一下 有沒有AK的箱子哦 因為我自己本身 是比較偏好拿AK的 然後也少了一個AK的造型 ok 在我們尋找的過程中呢 我們算是找到一個 心目中可能比較想要的箱子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裡面 紅色的 上半部分的東西都是AK 所以這個箱子呢 我可能就會蠻喜歡的 那要怎麼開箱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他就可以 一次最多可以開到5個箱子 或者是就直接開一個箱子 啊我們現在呢 有快1000枚可以做使用 所以我們就稍微先抽兩個箱子 試試看吧 你看他速度其實非常便利 而且也很快速 有沒有有沒有抽到我箱子 有沒有我要的AK 哇結果我沒有抽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你看看哦 我們現在抽完之後 最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他這邊有一個全部升級 全部升級這邊 我們就可以 來聊一下我們現在要的一個系統 你看到 如果我這個造型不是我要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去 去勾選說我要怎麼如何升級 升級的話怎麼運作 你看到這邊 像我覺得這一個 AWP 我覺得我可能還需要 那不太需要的話就是P2000 那我就是放上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不是有一個1.5倍 2倍5倍10倍20倍 他的運作方式就是你11枚 然後乘以1.5倍 他的下一個造型會是什麼 或者是你兩倍的時候 他下一個造型會是什麼 就是你要拿到越好的 像如果你要拿到5倍的話 那其實他這個趴數就會很低 那這東西就是取決於 看你要怎麼去拼命 那我們稍微先玩一次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直接抽個1.5趴 沒道理我們1.5趴過不了吧 像我們現在這個 你可以一直點 你可以一直點 點到你想要的造型之後 然後準備來升級 像你可以看我現在點1.5倍 1.5倍一直慢慢點 看有沒有 你看像一個M4 那這個M4可能我就需要 那我可能他就會做使用 好 那假設你看我們現在要一個龍王 Dragon King的M4 那我們現在就按升級物品 你看到中間他這邊就開始 很緊張的 跑這一個59趴 哈 第一次就沒過 他如果沒過的話 他這個就算是升級失敗 那一個反正你的造型 你也不要 所以就不會這麼讓你很心痛 那如果我們你看 我們現在把這個AW放上來之後 1.5倍 他其實能壞的東西會越來越好 你看到現在就是一個 NEO RED的 AK47 61%拼了 像我們剛剛那個60%沒過 我們這邊再拼一次 沒道理我們這個運氣這麼差 有了這邊看起來慢慢滑已經結束了 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我們現在拿到的造型 就會換成這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 成功的升級方式 那我們拿到之後 我們就 可以不升級了 不升級的話就可以直接把他收進來了 收進來的話就很簡單 你就你看到他這個 只有30秒的時間可以再繼續按 那如果你30秒不繼續按的話 他就是當作你把他收起來了 但也不用擔心 就如果真的收起來的話 你下一次還是可以把他丟上來 緊急衝刺 他這邊也有一個排行榜 排行榜一樣也是就會是 不影響到你 可以拿到的對應獎勵 這邊也是算是鼓勵大家可以 多多的去升級也好 或者是把不要的造型拿上來去 變更好的造型出來 那麼講完 這個抽箱子跟武器升級之後 我們可以來聊聊對戰的內容 對戰 你可以看到上面他就有一個BATTLE BATTLE這邊也很簡單 就是你看到各個玩家他所創立的房間 我們稍微點進去看一下他們在幹嘛 你就知道他是怎麼運作的 他就是把選取自己想要的箱子 然後跟大家來BATTLE 那裡面抽到的箱子 比兩邊誰抽的總額會更高 那更高的那一邊就會把另外一邊 所有抽到的造型全部拿走 算是一個蠻 好玩的一個對戰模式 我們這邊呢就算建立一個戰鬥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自己創一個房間 然後選擇一個武器箱 那武器箱的話 你可以選擇就是五美的也好 或者是越來越貴下面就是 如果你有經濟能力的話 你可以選越貴的 像這邊有到一個199 那我們現在只有1000美 所以我們還是要稍微的資金控款一下 我們就選個15美的就好 我們就按就緒 就緒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按私人 就是可以找自己的朋友 來跟你做BATTLE 或者是像我們剛看到一個2v2 或者是四個人都是個人的方式來參加 看誰抽到的道具比較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示範的 所以我們就用機器人代替就好 創完之後呢 我們就建立一下建立這一個對戰 那對戰的時候你就會看得到 現在的機器人跟我現在來抽取的造型 你看我抽到24美 然後他只抽到一個兩美 多的造型的時候我就會直接贏他 然後我就會把他抽到的造型直接拿走 所以兩邊如果 都很會抽都抽到了這種200美300美 這種情況下面你就會超級賺的 所以這個也算是一個我覺得 哎蠻不錯的BATTLE方式 如果大家有賢錢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這邊去 想辦法越換越好的東西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他也可以出售 出售的話他就會換成一個美金出來 那如果你不出售的話也很簡單 這邊你可以看到點右上角之後呢 他就會有一個外觀 那你看到外觀他這邊就有出售升級 就像我們剛剛的升級也好 或是領取 怎麼領取這邊也是一次交給大家 首先你就點取你的右上角頭像 然後拉到外觀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剛在裡面 遊玩所獲得的造型 那你就可以按這個領取 領取之前呢 你必須要先把這個交易的UIL 先設定好 這邊會跟你講 你的UIL要怎麼取的 你就按哪裡可以取的 他就會直接跳到Steam的網站 然後告訴你交易連結在這裡 那你交易連結點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他 附置到這裡 然後按確認之後呢 再點取 領取就有辦法把這個造型給拿出來囉 好啦那這部影片呢就到這裡 相信大家 應該是迫不期待要來加入我們Skin Cup的行列 那這邊的優惠碼也是已經推薦給大家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就可以趕緊點進來做遊玩 我是Ken呢我們下次再見囉拜拜 拜拜